二二八連假屏東深山傳出獵槍響 七名獵人到部落後三狩獵 遭埋伏的寶七總隊屏東分隊及林物局當場查獲 搜出三支保育類三槍 並起出三把土製長槍 外界形容七人圍城口夫之獄的刀獵集團 獵人無奈喊冤 都有這個習俗啦 說要去三家慰問啊 除了像這樣啊 然後那時候就一直想到說 跟著去山上看有沒有獵物啊 然後可以去除山的時候 能夠拿到那個三家那邊慰問他們啊 所以說我才一個人這樣子散去的 當事人表示 由於部落內有人過世 上山狩獵是為了將獵捕到的獵物 作為商家除商所用 在部落傳統慣習裡 除了傳統祭典會上山狩獵以外 部落的婚喪喜慶都跟狩獵息相關 鄉民代表認為 現行法律限縮了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有慶典 還是結婚 三四要去除校 去打淚 那個是我們的文化 那個是我們從以前的一個風俗 政府對我們原住民對打淚的這個事情 能夠放寬 清明獵人擔心即將會面臨的裁罰 只希望法律能放寬 甚至制定原住民族狩獵專法 保障狩獵權 記者歌手 屏東三地門採訪報導 DU遍霸道 谢谢大家